《黄帝内经》开篇就说,《商骨之人,其之道者,法云阳,何予说书, 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,不忘劳作,不能行与神聚, 而终尽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, 今时之人不染,以久为疆,以望为常, 罪已入房,以玉节其经,以耗散其真, 不知吃满,不食玉神,不快其心, 一生于月,起居无节,无半百而衰。 就说,《商骨之人》,人们这个饮食起居, 都是按照自然天道法德的规律, 这样才运行,习以为常。 工作,出力也不会太累,量力而行, 有这么一个好的习惯, 保证深心的愉悦, 人们都能够活到百岁以上, 无疾而终, 你说这个《商骨之人》, 皇帝离我们已经有五千年了, 那《商骨》,就在他之前的国, 都已经这么长的寿命了, 而到他那个时候呢, 人们就开始这个不知常望作凶, 就是生活也没有太大规律, 就是愿意而为, 思意而为, 喝完酒, 困乱就睡, 浑浑而饿, 也不知道保证自己的这个, 保存自己的精细, 过度的消耗, 引以直乐, 图一时的快乐, 然后导致挥霍自己的身体, 这个, 就是也不懂这个身心灵的提升, 就是这样, 就是堕落了, 那, 那就到五十岁的时候, 人那个精细神先天给你的这些, 已经消耗的殆尽了, 已经摔了, 那是皇帝时期, 你再看看现代人, 道德经说, 有道而后德, 德而后仁, 人而后义, 后理, 治, 尽, 这样排下去, 现代社会连信, 现在人连信都不如, 以前的这个, 这个, 道义有道, 就算强盗, 这等, 下九流的人, 三掉九流, 下九流的人, 他都能够, 有七不强八不道, 等等, 就是那些, 长迹, 他们都有, 他们的, 一些那个, 做人的一些, 那种, 都是很多不得已而为之, 脉身脏腹等等, 这些当然是, 比较好的例子了, 但是, 人们都是, 你看, 就是, 我, 我, 你看到我的, 这个, 这个, 洗澡, 就是这个身体, 我都已死, 我都认为失了真几, 就要以身相许, 你说那个时候, 女子, 那样, 男子能够不, 珍惜吗, 就说, 已经, 一代不如, 跟现在, 过又过了五千年, 再看看现在人, 什么样, 所以说, 只能感叹, 人心不古, 事后日下, 黄定内心是中华医学保护的一本根源的点子, 也是最重要的一本, 我们不管是学中医的, 或者是养生, 都应该以它为首要参照, 你看他说, 在当时的人, 五千年了, 然后他说, 那个时候人都已经, 是这个夜喝完酒, 就睡了, 容易讲这个, 你夜保一日, 损一日之寿, 就是晚上你多吃一顿饭, 吃多了, 你就要损一天的寿命, 夜最异常损一月之寿, 喝嘛, 多娶一个媳妇, 少过一年, 多娶几个, 多娶一个老太太热闹了啊, 这个精气神, 它是相通的, 循环的, 通脊柱, 通脊柱,